2020年的6月27号 我在B站上传了第一期视频 什么是IPJ在人物智能时代的独特优势 由此正式开始了我的UP主之路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间我做视频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在这期间我也陆陆续续上传了30多期视频 并且从一个对视频一无所知的小白 慢慢地成长起来 做视频这件事情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包括我的思维方式 我的社交圈也帮我开启了很多的机会 那么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做视频一年以来我学到的五件重要的事情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和其他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做选择 我们在人生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 很多时候一个重要的选择 就会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人生轨迹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做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 明年的今天我会不会后悔 我的印象很深刻 去年六月份的某一天我跟我老婆说 我想做视频 她说为什么 我说如果我不做的 我明年可能会后悔 我当时可能并没有想清楚我要做什么视频 我完全不会剪辑 不会打光 不会收音 也从来没有对着镜头说话的经验 不过当时我想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那就是如果我不去做视频 那么明年的今天我会后悔 现在看起来做视频这件事情 是我近几年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太多的理由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开始去做它 因为一旦开始做了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去完成它 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执着于一名惊人 或者是希望一开始做的东西就是精品 我们可以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 每次都进步那么一点点 并且坚持不懈的做下去 因为着手行动往往是做一件事情最大的阻力 如果大家看看我最早的那几期视频 再看看现在的视频 应该也能看出来我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提升的 所以现在在做很多大的决定的时候 我都会去思考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在明年或者是在几年之后会不会后悔 那么如果会的话 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 我通过做视频学到的第二件事 就是所谓的聚光灯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总会觉得 自己站在舞台的中央 有一束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感受到 聚光灯效应带来的影响 比如我们理完发从理发店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不自觉地留意路人是不是在看自己 或者是觉得自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事实上其实并没有人在意 我们是不是刚理了发或者是换了新的发型 哪怕是你做了非常夸张的发型 大部分的路人可能就是看一下 然后也不会在心里留下一片漣漪 再比如大合唱轮到你唱的时候 你以为大家在关注你唱的好不好 其实观众多半是在欣赏整体的效果 或者是这一段的唱的如何 同你一起唱的小伙伴 也可能是在紧张的数字拍子 因为快要轮到他们唱了 聚光灯效应其实是阻止 或者是影响很多内容创作者 做分享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 如果我开始写公众号或者是去做视频 大家会怎么去看我呢 我的家人朋友同事 会不会在背地里议论我笑话我 或者是说我做的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我拍视频 大家会不会议论我的外表 我的口音等等 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关心这些 因为不是只有你有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有聚光灯照着自己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成长 那么我自己在看视频或者是文章的时候 想的只是这个内容对我有没有帮助 而不是这个博主本人是怎样怎样的 想清楚了这一点 其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做分享 比如我就不会对所谓的真人出镜 有太多的顾虑 因为我知道大家关注的主要是我的内容 所以我只需要去专注于 不断创造有价值的内容就可以了 聚光灯效应同样适用于工作和学习 比如很多时候我们说对事不对人 我们关心的只是某件事情做的好或者是不好 而并不会太多的关注做这件事情的人 哪怕做的不好也不代表做事情的人就一无是处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专业度很重要的体现 我通过做视频学到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有很多博主会花很多时间精心打磨和制作一期内容 比如说去年打爆的黑神话悟空 还有何同学现在也是 更新的频率比较慢 但是每期视频都非常的精良 我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在刚起步的阶段 数量对于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 甚至很多时候数量其实比质量更重要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油管大卫阿里阿比达 说过一个茶壶的故事 一个做茶壶的老师傅把他的徒弟分成了两组 一组在30天之内 每个人精心打造一把茶壶 另外一组每人每天都要做一把茶壶出来 那么30天之后 两组人混在一起去评选 拿几个茶壶做的最好 结果选出来的最好的茶壶都是来自于第二组 也就是每人每天做一把茶壶的那组 我们其实并不用纠结这个故事的细节 它其实告诉的我们就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我们不该让追求完美成为阻止自己做一件事情的借口 那么对于我来说 就算我做的某一期视频或者是写的文章 在我自己看来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 但是也并不妨碍我从中学到经验甚至是教训 然后把这些学到的东西用在之后的事情里 通过这样不断的去试错或去反馈 然后才能更快的学习提升 并且让自己离完美更近一步 通过做视频我学到的第四件事 就是要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 而不要花时间去纠结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 那么在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会不自觉的去想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千个订阅 什么时候这个视频才能有一万次播放 然后达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又会去想什么时候才能有五千个订阅 十万播放之类的 之后我其实发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些数据 但是最糟糕的是 这些数据是我无法掌控的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谁来订阅我的频道 我甚至没法让订阅我的人去看我的每一期视频 所以在开始做视频之后没多久 我就不再去关注这些数据了 我会把时间用来思考 如何去做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 并且专注于创作内容本身 这些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那么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上 有点类似于近人士听天命 但是我觉得要更加积极一些 比如说很多同学问我未来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是发展 我都会建议与其纠结于某个行业 未来会不会饱和 会不会内卷 还有这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 不如去想一想自己应该如何去提升 或者是这个行业是不是自己真心感兴趣的 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就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焦虑 让自己更加的从容 我想分享的第五件事 就是你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我们很容易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 想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 但是周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而这些标准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所以想让所有人喜欢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会让人慢慢的失去自我 不自觉的去讨好别人 而做视频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很多倍 比如我日常接触的朋友圈或者交集圈 其实并不大 可能只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 但是当我做视频之后 一条视频可能会有成千上万 甚至几十万人去看 这里面很多就有喜欢我内容的观众 但是也自然会有不喜欢 甚至是讨厌这些视频内容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我做这些内容也不是为那些不喜欢的人做的 而是为喜欢这些内容的观众去做的 我最近在一个心理学公众号 徐漫漫心理化也看到了类似的说法 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既不需要别人喜欢 也不害怕别人讨厌的勇气 这个其实和前面说的聚光能效应 还有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么我做视频的初心就是希望传达有价值的内容 而衡量价值的标准就是这些内容 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借鉴的意义或者是启发 至少我现在每一期内容都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能够学到东西或者是有共鸣有启发 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都会感觉到自己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那么哪怕只有一个人从我的内容里学到了东西 我也会继续做下去 那么对于善意的意见和建议 我会虚心的听取 但是对于不友善不理智 甚至是进行恶意人生攻击的人 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 好了以上就是我做视频一年以来 学到的五个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和感悟 希望能够对你有一点帮助和启发 从而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更加专注于自身的行动力 并且不断增长 不怕被别人讨厌的勇气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请帮我点赞分享收藏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说不定你的留言就能帮助到其他有需要的人 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点一下 关注这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会不断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